大家好,我是新月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炒芹菜最好吃的做法 清脆爽口,好吃又家常 下面开始吧 首先准备一把香菇 倒入开水烫一下 芹菜先一根根地掰下来 再把叶子的部分也去掉 清洗干净以后把它的筋膜给削下来 口感会更加好一点 然后再切成段 切好以后放入盘中 准备一根胡萝卜去掉外皮 斜刀切断 再切成零星片 切好以后放入盘中 红椒对边切开 再切成条 泡好的香菇切条 切好以后放入盘中 再切点葱花 大蒜切片 再切点姜末 盆中打入三颗笨鸡蛋 加一勺食盐 来点温水把鸡蛋打散 烧半锅水 水开以后加一颗盐 倒入食用油 倒入芹菜焯水 煮开一锅就行了 捞出来 锅一下凉水 头凉以后的芹菜 口感会更加的精粹 把水分沥干 放入盘中 另起锅热油 倒入蛋液 炒成大块就可以了 倒入盆中 另起锅加油 倒入蒜片 葱花和姜末炒香 倒入香菇 炒至断生 倒入芹菜 胡萝卜 红椒 翻炒均匀 加入生抽 蚝油 两勺食盐 翻炒均匀 出锅前加入鸡蛋 再次的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盛入盘中 我们的家常版炒芹菜 就做好了 芹菜焯水以后 口感还保留了清脆 鸡蛋和红萝卜 也特别的露味好吃 喜欢就给家人做一下吧 我是新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